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有甲跟乙兩直圓柱 甲直徑 甲直圓柱 底圓的直徑是4 然後高是3 乙的話直徑是3 高是4 那麼他問說 下列關於甲乙兩直圓柱體積的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一寫下 他問說甲的體積 是乙體積的九文字十六倍對不對 好我們算算看 甲的體積是多少呢 甲的體積就是πR乘乘 就是底面積乘以高 π乘以多少呢 半斤是2 πR乘乘乘以3 那乙的體積呢 是等於底面積是π乘以1.5的平方 再乘以4 好那我把它除下來 一除的話呢 等於多少 這消掉了 消掉這個4消掉 2的4 4消掉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那個 1.5乘以1.5 1.5乘以3 1.5乘以3 那這個就是20 那再約掉 我看到 不對啊 應該是2 3除1.5是2 2分之3 所以應該是3分之4 黃應該是3分之4 所以呢 甲是乙的3分之4倍 所以呢 A選項是錯的 那B選項的話呢 是說等於多少呢 等於3分之4倍 這個就對了 所以B選項是對了 那C選項是相的 這個當然不對啊 那B選項是說 甲是乙的 似乎是3倍 這個當然是錯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